星期日,沙田日賽 傳奇冠軍的決戰 今季最後一場國際一級賽 渣打冠軍,棋姐打杯 會在第八場鴨族上演 這場經典的2400米長途賽事 焦點落在兩大殿堂級冠軍人馬 全因今屆的參戰馬 分別來自高東尼 和約翰莫雅兩大陣型 掛頭牌的時時精彩 在高東尼馬房的鎮倉堡 你把上屆冠軍跑同程五次 獲三冠、一雅、一季,表現準成 今次強項出擊,衛免呼聲高唱入魂 另一刻由高東尼訓練的天滿2 上場在副衛保險女王杯 力追時時精彩,扣駕駕駕軍 今次又可否進一步威脅 甚至取得久違的頭馬 至於約翰莫雅派出的任何行 九寶和喜連賽星 上次跑同程皇太后紀念杯 包辦三甲先聲奪人 今場兩大傳奇冠軍隊女 必有一番龍爭虎鬥 密切留意星期日沙田一賽 歡迎收看膽識個人 今次遮打杯 傳統來說遮打杯就是跑馬王 事實上今屆都頗關鍵 如果時事精彩順利衛免成功的話 他確實有機會當今屆馬王 這一戰不容有失 季樂最後一場一級賽 明天大賽日就在A蘭上演 對上一次A蘭的田草賽事日 就是4月26日 當日就是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 看看當日的頭馬分佈 都挺平均的 一放到尾就有 跟前所可位可以 大外後上都沒有問題 這幾次賽事是有根液事項的 我們一起看看圖表 因為都有一些機會是退出的 六場二聲蒙帝國退出 保入系澳遊之星期 才是用到後勁的賀明蓮 另外十一場的十二號 這隻機會馬電路三號 都已經退出在時 這場是尾場 拆組的場次 分別是落在六、七場的 四班千元米的拆組 大賽有第四場的沙田銀瓶賽事 還有第八場 剛才的街組團也提到 就是渣打冠軍旗姐打杯 陳家希在這期的沙田賽事決陣 大賽事方面 今期六環賽的陸保長 有多少多部 看看下面的巴仙 就是171萬多部 頭場賽事 由於頭場有一場新馬賽 因此十一場 頭場開跑 將會安排在十二點三十分開始 十一場賽事 頭場是新馬的 今次跑1200米 之前跑1000米 第一次1200米 都算跑了幾場新馬賽 有幾隻都算突出一些 但三、四、八、九還是差一點 好了,我們先看一隻 歡迎福星線 一出就能夠贏到第一場新馬賽 其實伏貨跳過前腳還有些挖 但似乎對於濕重場地都挺喜歡 賣門貨大閘都穿得挺好 鄭晴 閒城部區 我覺得這隻馬現在落腳有少少慢 所以之前1000米 馬小才能跟得到 現在走過它都暢順了一點 輕快了一點 看看粵風泰 這批是三、四、四近鏡 它是三歲北半球馬 整體走過還是有點繃緊 還是緊張一點 身體還是鬆一點 色淡 生生福運 這隻都是三歲北半球馬 如果看直鏡 它一對後腳就開得很怪 分開尾開地走 走過還是很生硬 大閘沒有東西看 有點出腳 看看海洪區 上次也有報那場新馬賽 但賽日早上頭部受傷退出 都應該發脾氣 因為它有些脾氣的馬 所以是惡高的頭 這些貨叫定了一點 另外看看勝出未來的近鏡 連續兩場都跑第二 其實跳過它有一點伸長的頸跳 但整體來說是順滑了 前速都夠快 上場就贏了馬 盲進力德 伏貨跳過 它模式還是行 但大家都要原諒它 始終還是兩歲 但上次碰它那條欄 它就能跑得到 之後大閘巴 都是兩歲馬 勁力十足 它有些緊張和濕身 你看它走過 有一點都不太自在 可能場地濕重一點 但狀態都是初起 奇妙仙子 這隻兩歲的馬女 都比較少有 3月要停過一下 大閘都沒有什麼反應 鬆身一點 今季暫時跑了兩場新馬賽 第一場歡迎福星就贏了 那場直路賽時限比較慢 同場很多對女都跑過 蟬盛寶區 勝出魅力 海王區 萬宗力德 他們之後五月初都跑了一場 唯獨這隻 歡迎福星贏完之後 就不跑那場 記得那場賽事 早前幾隻馬 燒戶燒之下 歡迎福星早前最慢 但終點前一騎 爆炸力最好 賽前只會課大閘 黎閘那一貨 跟高分馬馬羅斯市 輕書暴頭 一直繞在外面 當然研究一下這次 他是一隻本身 1006磅多一點的細馬 揹到133磅 這個是小小的瑕疵 不過你看看上季 旅健威 廣陵王129磅 都照贏的新馬賽 口足 等他出來 應該有一個長足的進步 學習易如生日 看看這次會否成為何秀馬 對呀 金貴真的成績非常亮眼 看到這位華將 其實這次馬小小的場合 深馬賽大家同場 都有幾隻馬 都是再次對壘的 我選擇的那一匹 就是萬眾力德 說到大摩約後 摩亞和門連馬斯 江戰上比馬 在田草上陣成績特別好 單講Win的勝出 去到22% 萬眾力德 上場賽事就保重了 閃勝寶居我們都有選 先說一說萬眾力德 其實剛才第一條片 播了之後 他再出 他在外南位置 你看到基本上不用落邊 已經可以贏馬 我覺得 其實以第二次上陣 有一個這麼好的進度 非常之好 閃勝寶居這隻灰馬 很明顯 跑完一千之後 今次爭情跑千二 理應是應該更加合他發揮的 但是說回萬眾力德 也是對同場的對手 他也可以在一個較為有前速的位置 競跑 既然兩歲馬 今次贏馬 只加四磅 我覺得條件上 今次馬小小小的場合 依然可以將這隻7號馬稱先 其實片只剩下兩條 我就選一隻勝出魅力 和一隻閃勝寶居 先說一隻勝出魅力 連續兩場都輸了 給我一對拍檔選了的馬 但是你看到第二場 就是剛剛輸給萬眾力德的片 他貫注力已經比頭場 第一次出的時候 就好了一點點 但其實哪個好處都是輸的 但是今次有個變數就是轉彎 撿到7檔 講前速他也算夠快 我希望他殺到馬蘭自己放 控制著有部速 按慢著來放 或者讓他回到戲有個不同的演出 另外就是閃勝寶區 因為今次有個一檔變數轉彎 對這隻身馬來講 他始終貼著條欄 始終會走得順一點 就會舒服一點 他前速不算壞後化的馬 一定是靠後勁的 連著呂Sir另外一隻 歡迎福星 應該是一對在後面鬥追 但是今次換了賀美蓮 飽後勁這個邪屍 絕對不需要懷疑 始終在這隊馬 這隻都是其中一賽出賽經驗 都是較舊的馬 因為所有其他三四一隊 都是生硬一點 其他都是選不下手的 所以都是埋著一些 向著出過賽的新馬來著手 所以到最後都包回 這隻閃勝寶區做第四選 那